教掌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 要跟我們來講一講 號稱百年來第一高僧 虛雲和尚的傳奇故事 社長跟我們講看 我們其實講過了很多修行人 一些不可思議的情況 而這個修行人 他的不可思議當然不會少 沒想到在他的生命的眾生裡面 前來跟他教會的 都是我們看到鼎鼎大名 歷史上的名人 對 鏡像你剛才用高僧 來形容虛雲和尚 其實我更喜歡用一個字 叫近代史上第一齊生 他真的是很齊 很傳奇的一生的一個人 叫齊生 他既是高僧也是齊生 為什麼 他從出生開始一直到他過世 他過世的時候是120歲 很長瘦 是很長瘦120歲 真的假八字 從出生到過世 就充滿了一生充滿傳奇 你看他出生的時候 其實很奇怪 是他當時 他是在清朝道光年間就出生了 道光皇帝出生 有人形容他的一生 叫歷經過五帝四朝 五個皇帝 道光 咸豐 同志 光系 後面的那個溥儀 就是那個先統皇帝 五個皇帝 然後四個朝代 四個朝代 他活到120歲 所以他一路從清朝 到北洋金華 到民國 到中共建政 毛澤東的時代 他毛澤東建政十點以後 他才過世 他經歷四個朝代 那這樣的一個人 他出生的時候就充滿傳奇 為什麼 他父親十幾歲了 他父親是一個福建的一個小官 十幾歲才生他這個孩子 結果他母親懷胎十月的時候 怪事就發生了 怎麼了 因為他母親懷胎十月 生下他的時候 一掉下來 呱呱落地的 不是一個胎兒 是一顆肉球 什麼意思 對 小朋友長成像軟生一樣 懷胎十月 懷胎九月下來 手腳 頭都要有啦 對 他沒有 他是一顆肉球 所以真的人家講是怪物 他母親看到他生下來 是一顆肉球 嚇壞了 結果你知道他母親 因為看到他生下來 是這個樣子 嚇壞後來死掉了 嚇死了 嚇死了 對 這個孩子人家本來以為他是怪物 但沒想到他這個人就怪 他後來長成以後 他到十來歲左右 他每天沒事 他喜歡跑到廟裡面 聽和尚念經 聽那個老禪師講佛法 就有佛言 就很奇怪 他父親你看他不行 十來歲沒事跑廟裡去聽 你是要跟他一起 好不容易得到這個孩子 四十幾歲才得到這個孩子 結果你知道 他父親想了一個辦法 說好 那我早一點讓你澄清 結果在他十七歲那一年 幫他一次起了兩房老婆 大老婆跟小老婆 所以他一次做一次帶兩個十七歲 結果你知道他就是怪 他娶了這兩個老婆以後 從洞房花竹夜開始 他從來不去碰他這個老婆 他每天就在房間裡面 繼續練精禮活 你知道 結果後來 他父親拿他沒辦法 乾脆就跑去廟裡面當和尚 展開他一山的傳奇 他出家之後 你知道他一路到五十幾歲的時候 他一九四零一八四零出生 到一九零年 一九零年他六十歲的時候 他當時已經是德高望重的一個高生 在中國整個大地上 他蓋了幾十間廟宜 而且他每蓋一間廟 他就把這個廟交給一個住持去管 他自己丟在廟裡面 廟外面蓋一間小茅屋 在裡面打坐修復 所以他德高望重 德高望重 因為當時慈禧他又碰到一件事 他是慈禧 他們講說是慈禧時代的一個國師 慈禧不是1900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嗎 打進北京 那個當時慈禧要西逃 要西逃到長安 對 山西西安 結果你知道 那個晉親王就找這個 找這個虛應法是說 這個老佛爺要往西逃 你們是半駕隨行 一路保他平安 這個國師當然要 後來他就跟著老佛爺 就往西安逃 結果走到西安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景象 怎麼了 當時因為西安大地是整個 又戰爭 又栽荒 所以死了很多人 很多大體暴露在野外 暴露在街道上 還沒有辦法打理 所以就併禁恆生 就變產生了瘟疫 瘟疫狠形 當時老佛爺就跟他講 怎麼辦 國師你想想辦法吧 文藝狠形 他們以前講這種東西 叫天災 天災就是要我這種 法律的人來治 來把它弄好 結果這個虛應法是說 可以 沒有問題 我來求一場雪 你知道他到長安的時候 是九月 八月節 九月節怎麼可能 他跟老佛爺也說 我來求一場雪 結果你知道他的弟子 一直向他說你不行 你不能跟軍權無戚言 你這會被殺頭了 九月天哪來求雪 哪來下雪 他說沒關係 你們就照我的醫師辦 結果他就跟慈激答應了 答應了以後 他就叫他的弟子 建立那個所謂的法台 法台要求雨 那個法台很高 三藏三 裡面上面還佈置了很多的 那個所謂佛像 釋迦莫尼佛 他坐在上面帶領九個大弟子 在上面練金 然後底下 因為他得高望重 大家聽說他要求雨 結果長安全國各省聽到 全部都趕來 總共來了將近一千個和尚 他上面台上坐九個 然後第二階坐邊坐108個 108個高僧 再下去360個高僧 開始練金送金 送金送了七天 奇蹟發生 七天以後 真的長安開始下雪 九月雪就下來了 真的九月雪 九月雪下了以後 當時所有其他底下那些高僧 108個360個高僧 你看下雪了 功德圓滿就開始走了 走了以後 吸引老和尚說 不行 我還要繼續在這邊 為什麼 他說下雪下兩個時辰 三個時辰 他有可能會停住 這個功德還不算圓滿 要繼續 你們先走沒關係 他繼續留在高台上 一個人 當時已經下雪很冷 他就一起這種很薄的這種袈裟 坐在台上繼續練 自己在打坐練金 又是七天 又七天 所以長安就一路下雪 下不停 當時史書形容說 長安是千里冰封 萬里飄雪 你看九夜先 所以後來慈禧 因為這個血很冷 下雪又天氣很冷 所以就把瘟疫的病徑殺死 就瘟疫壓下來了 所以慈禧太后聽到這件事 九夜下雪大奇蹟 這個法師果然高明 結果你知道 奇蹟跑在他那高台前 遠遠一看到 看到這個法師就跪拜 口裡面還 慈禧的嘴裡面還連著說 老菩薩 老菩薩 你是救苦救難的老菩薩 眾人跪慈禧 是慈禧才跪他 對 慈禧跪他 所以他一生有很多傳染 第一個還是慈禧 第二個他到蔣介石的時代 蔣介石的時代他一樣 蔣介石當時在抗戰的時候 80抗戰 覺得很困惑 這一戰不曉得要打多久 結果1941也就在抗戰結束的前四年 才在中期而已 他就找了西運老和尚 西運法師來說 你幫我看一下 這個戰局怎麼樣 二戰的時候這個戰局怎麼樣 結果西運老和尚又很神奇 他拿了一張紙 拿了一把剪刀 把這個紙裁成四方形 裁成四方形 以後就折成三角形 腳對腳這樣對折 折成三角形 折了幾折以後 他拿剪刀在這個紙上面 你看這個紙 在這個三角形的紙上面 剪了三刀 剪了三刀 然後慢慢慢慢把這個紙攤開 你看這像中國那個剪紙 對 攤開以後 你看他第一個造型的紙 是十字型的 第二個是這種萬字型的 第三個一個日 日字型 這代表什麼意思 十字型 你知道二戰的時候 意大利莫索尼尼跟希特勒 跟日本是三個國家侵略國 是 十字型是意大利的金旗 莫索尼尼用的十字旗 代表意大利 萬字型的 這個萬字型的 是希特勒的納粹符號 日字型就是代表日本 第一個攤開的是十字型 他說意大利會先敗 第二個納粹會敗 第三個投降的就是日本 你看二戰的進程是不是這樣 歷史上告訴我們 第一個投降 完全順序 完全對 而且他可以這樣撿出來 就告訴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當時就榮心大業 想這個戰爭一定可以打贏 所以你知道他對西雲 就非常非常的崇拜 這個西雲到蔣介石這邊 還沒完 後來不是1940年 撤退到台灣嗎 大陸不是被毛澤東拿走 拿走以後毛澤東對西雲 法師本來說 這個聽說是德高望重 對佛教界的那種影響力這麼重 請他來當我的國師 結果怎麼請 西雲就不去 不見毛澤東 結果毛澤東當時底下的人講 我們主席要見你 你膽敢不來 而且當時整個氛圍 是說要反所謂的反革命 所以你知道底下的人 就假毛澤東之意 派了一堆人去修理西雲法師 怎麼修理 又怪事 又怪事了 他當時毛澤東要修理他的時候 他已經112歲 我剛剛還在算說 這個生活到現在 他已經100歲的人 你怎麼修理他 對112歲 骨頭都瘦了 他還活著 當時毛澤東底下的一些 好像像小紅衛兵一樣 一些人就跑去 就說你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你知道他打坐 他姿勢就維持 他一直都打坐這種姿勢 那底下的那些小毛頭 那些共產黨就開始拿木棒 打他的身體 木棒打一打 一看他還是打坐不動 還得了 你對112歲的人打 把他打死都會了 一棒就夯死了 不是 他木棒打了他幾棒以後 聽到ㄍㄧㄧㄥ的聲音 然後覺得他還是坐著不動 拿鐵棍再打 再打 打得頭破血流 然後這個筋骨肋骨這邊 都斷掉好幾根都斷了 他還是坐著不動 坐著不動 你知道連打打4天 打4天 打4天以後這些人說走了 差不多了 這個反正丟在那邊置身 指名也應該會死了 結果過了幾天以後 聽廟裡面傳來說 這個老和尚沒事 沒事 還在那邊繼續纏作 所以你剛剛講他打下去 聽聽聽你知道佛家講一句話 是不是在金剛之聲 就是這樣子 對 你知道後來5天以後 那些小矛頭又說沒死 過來 再打 再打 又打了7天 打了7天以後看他坐著 就把他整個推倒 推倒以後你知道他倒下來以後 還是維持這樣的一個姿勢 只是是躺著 躺握了一個姿勢 躺著再打坐的姿勢 又維持這樣的姿勢 維持了8天 人家說他是錄定 錄定 錄定8天 8天以後突然間他坐起來 好啦 醒過來沒問題 他117歲其實還有一個事情 117歲你知道 當時他在浙江那個叫天台山 蓋了一個雲居室 蓋了雲居室落成 落成的時候後面還有一些荒地 還沒弄好 那很多人就說 那我們要繼續把後面蓋一件房子 所以就開墾 開墾去挖地 挖到一顆大石頭 很多人就去說一個大石頭趕在這邊 要把它搬開才有辦法監視 結果你知道很多人去推那個大石頭 沒辦法推得動 他117歲 過去說我來 就這樣輕輕一推石頭動了 把石頭推開 他有兩件事 117歲的時候他可以推巨石 幾個人去推沒辦法 第二個是什麼 當時他們和尚不是要到山上去砍柴嗎 要燒火生火什麼之類的 砍柴那個柴一捆 一捆大概200斤 200斤 通常是要兩個人 前後用棍子這樣用抬兩個人 抬還不一定抬得懂 200斤 他一手拿一捆 一手拿一捆 總共400斤 400斤 117歲的人 見物如飛 他有練輕功嗎 他不曉得 他就是練到後來太神乎其技了 而且他們講說117歲 看他在走路的時候 當時那個廟裡面 廟附近下雨 下雨那個山路泥泥 他走過去 明明看他 他又沒有凌空 明明看他鞋子就踏在那個泥巴上 結果到廟裡來 廟這邊 他鞋子乾乾淨淨 這個不是 厭去談不留影的概念嗎 對 所以很奇怪 後來是到119歲 他才延吉 延吉的時候 他火化也很奇怪 你知道當時火化的時候 他們講說火化三天 要回來撿他的 看看有沒有設例子 結果剛好火化第二天 第二天他們廟後面山上 著火 山營著火 大家一百多個和尚跑去救火 廟裡面都有一些比較老弱婦孺 他就坐在那邊火化 火化到第三天的時候 人還沒回來 他廟裡邊一個小弟子去看 看他火化到底怎麼 應該成灰了吧 結果一看 他整個骨架厚厚 肉體燒化了 整個骨架還是打坐了姿勢 骨架子還是打坐了姿勢 沒有化掉 後來他們等這些人救火回來 才把這個化身爐 我們叫混化爐打開 打開以後 用那個一個小瓦片 往他那個骨架這邊一丟 他才整個 整個塌下來變成骨灰 骨灰裡面 竟然撿到一千多個設例子 一千多個 而且他很多設例子 還是在地下兩寸 我們